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2月26号 正月十五元宵节 祝朋友们元宵节快乐 安康幸福 今天给朋友们分享一款紫菜汤圆 真是太好吃了 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汤圆 首先用两cup的糯米粉 一cup的粘米粉 再加一匙羹的面粉 我经过了很多次实验 因为以前我包汤圆经常会有裂开的 经过很多次实验以后 这种方法包出来又好吃又软糯 而且没有一个开裂的 所以分享给朋友们 希望朋友们喜欢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点赞留言和转发 用100度的温开水 先用这个筷子 或者勺子把它搅拌一下 我放了一匙羹的黄油 就让它更顺滑一些 这个皮一定不能太硬 这样子一拉 你看它就很容易这么软的 就软软的 因为放了一点点黄油 它也不会粘手 现在呢 现在呢 来做 做 元宵的馅 放1-3分之1匙羹的蒜盐粉 放1-3分之1匙羹的蒜盐粉 放2条匙的生抽 多放一点生抽 放几粒鸡精 这个时候呢 顺着一个方向 来搅 让它搅出起胶 这个是紫菜 这个紫菜是免洗的 是不需要洗的 紫菜也不需要实现泡发 以前我是提前来泡发 用水来泡发 水泡发以后呢 再放到肉里边 这个肉馅就会有点 就太软了 包的时候就没那么好包 那现在的话呢 直接就把这个免洗的紫菜 给捡进去 捡进去以后呢 它就会把肉汁给吸收 吸收掉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肉馅就比较干 包起来好包 吃起来也非常好吃 这个紫菜猪肉海参 这个猪肉和海参我之前 提前已经把它都搅拌好了 年前已经是做了很多 把它分装放到冰箱里 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就可以了 猪肉紫菜汤圆呢 是有一年 花人聚餐 有个朋友做了这个汤圆 我吃了以后就爱上了 猪肉紫菜汤圆 猪肉紫菜汤圆呢 一定要放多一点葱 放多一点生抽 加一点麻油 而且我又加了海参 所以吃起来特别的鲜香 蟹呢 蟹呢 是非常的鲜香 你看这个蟹已经盘好了 这个紫菜很快就会 就会把这个猪肉里边的汁给 吸得非常的饱满 现在开始包馄饨 不是包馄饨 包元宵 包元宵 我以前包呢 总有一些会破裂的 但经过很多次的实验以后 发现 你看这种方法 包馄饨 首先它的馅 就是不能太湿 第二 它的皮不能太硬 第三 包的时候呢 你看首先是抓 首先一开始像包包子一样的 把它口给封住 再来示范一个 先把它搓圆 如果粘手的话呢 就喷一点点的甘烊油 你看一捏就可以了 也扁它 可以再薄一点 但是我喜欢它 糯糯的软软的 这个皮有一点点厚度的 先像包包子一样 把它口给封住 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呢 是不能搓的 这个时候是用手来抓 你看一路抓 把它整个这个皮抓均匀 抓均匀以后呢 最后呢 就轻轻的再搓 这个汤圆就包的特别的光滑 特别的均匀 怎么煮也不会爆裂 轻轻一捏 轻轻一捏 跟着放馅进去 它一放多一点馅都也不怕 把口给封住 那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手是先抓 用它中间还有一些空隙 这样抓的时候呢 皮就非常均匀的 把里边的这个馅给包裹住 最后的话呢 两个手心对着轻轻的搓 现在觉得这个包 包元宵 觉得非常简单了 前几年包 我总是觉得包不好 总是有一些要破裂 这样抓抓抓 这个方法真的是 尤其对新手来讲 非常管用 先把皮搓一下 跟着把它轻轻一捏 收口 反复的重复这个动作 就是熟能生巧 抓抓抓 你看这个时候是抓的 不是搓的 这个时候抓好 抓均匀以后才搓 两个手心对着轻轻的搓 把它搓得光滑 看多漂亮的汤圆 以前都是吃甜的汤圆 自从吃了这个猪肉 紫菜汤圆以后 我觉得真是太好吃了 甜的汤圆我基本上已经不吃了 我本来今年是想放发菜的 觉得这个猪肉海参发菜 这个意图非常好 但是可惜没有找到发菜 没有买到发菜 我想发菜可能口感会更好一些 包好以后呢 上边再裹一层纯的糯米粉 这样子的话煮好以后 它的皮呢 你就会觉得它是 就是那个特别的糯 我记得小时候 我妈做这个汤圆 是买好的汤圆的馅 回来就是滚汤圆 用这个生的糯米粉 喷水来滚汤圆 滚出来的汤圆 特别的糯 特别的 我们叫虚 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是那个口感 是特别特别的好 以后有机会 我也准备再食盐一下 那最后我也拿些粉 来滚 把它滚一层 生的糯米粉 这样煮出来的话 它的糯米的 这外皮的口感 会更加糯 会更加好 水开以后呢 放多一点点水 水开以后呢 放汤圆 有的人叫原宵 有的人叫汤圆 放进去以后 轻轻推开一下 不要粘锅底 跟着之后呢 盖上盖子 煮汤圆 像煮饺子一样的 开了以后 要点住滚 就是点一点洞开水 跟着呢 盖上盖子 开了以后呢 再打开 再放一次水 要点三次水 就点三次冷开水 这样子呢 它煮出来的汤圆呢 特别软糯 而且绝对不会爆裂 点着滚以后 才把它拿出来 看 精英剔透的汤圆 你看一个个 没有一点开裂 密封的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皮不要太 不要太硬 第二先抓后去圆它 这样包出来的汤圆 是最漂亮的 你看 咬一口 里面满口是汁 外边糯糯的 里边香香的 哎呀 真是太棒了 好 也要做一点 给我家先生吃 把它做甜的 他做的甜的呢 我就放了一点点叶子粉 放了一点花生 一点芝麻 一点核桃 放了一点点的黄油 这样做出来才会流沙 也可以放猪油 但是老外是不吃猪油的 所以还是放黄油吧 包的手法还是一样的 这包汤圆就是要练手艺 熟能生巧做多了就越来越熟练 包到晶莹剔透的 最后也是要裹一些 这个纯正的糯米粉 老公也特别喜欢吃 他喜欢吃甜的 谢谢朋友们的观看